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B视频教程 我是主角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5章 多用户留言系统5.400 帖子管理4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要进入个核心环节 叫做删除主题和删除回帖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 怎么样子把帖子给删了 帖子删了真的就是把帖子删掉吗 对吧 其实并不是怎么理解的 并不是说在武术就不把它真的删掉了 只是把它放到一个回收站里面 大家来看 好 删除回帖 我们先做删除回帖 可以先将回帖放入回收站 然后再绝对是否删除或还原 也就是说把它删掉之后 只是把它放到回收站 还可以还原的 对吧 如果想彻底删除的话 就把它从数据空里彻底怎么样啊 清理掉 对不对 OK 好 这是我们上节课做的金乐 对不对 就是精品和什么 热门 对吧 还有分值 也是上上节课做的签名 都做完了 好 5.400 来升级一下 好 登录 和的密 123456 5144 好 点击管理 在铁子管理这边有主题管理和回帖管理 我们把它写的更形象一点啊 再来看 把这个主题管理改文 主题回收站 回收站 这个叫回帖 回收站 回帖回收站 好 那所有删到的帖子都放到证明了 首先我们先来删 来看 第一个 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删掉 OK 大家来看 再次打开 我们选择我们的 加金的那个地方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是只有管理员才能加金 因为也只有管理员才可以删 那么这边要 删除 那么这边要Delete 好 这个先不弹 先不做 因为这张页面还没做 删除 是不是 OK 我把删除放在外面 好 删除 好 但是这个呢 下面也必须也有 在加金的前面 找一下它的位置 在哪里呢 有没有找到 封它IP应该在下面 应该在这个左右 找到了 在这里 好 进过来 如果管理员在的话 如果管理员怎么样啊 在的话 好 切到这句话 删除 是不是有删除啊 删除 删除 OK 那么有删除之后 我们先点第一个删除 点它删除 就能把它删掉 把79发过去 不是79 应该发的是谁 S括号 G ID 是不是 应该发的它的ID 是不是81 把它发到81了 OK 那么怎么样才能把 它的这条帖子给删掉呢 把这条帖子给删掉 OK 新建一个文件 admin 啊 这边我们设置为 啊 不是admin 是 是不是 啊 把这个都拿过来 把我们以前做的那个 拿过来一个nice 什么 先把这个取得 jbk 然后定一个 然后什么 should id拿过来 然后should id要非法操作 拿过来 非法操作 然后继续拿过来 嗯 好 should id对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要 要要注意的是 这边其实也没写啊 nice和hot也没写 hot也打开 有没有hot 哦 没有hot啊 就是nice 它这个地方也必须是谁 谁才能进来啊 管理员才能进来啊 就是精华铁啊 等于空 那么也就错了 也是非法操作 那么这一块呢 也适用于这边 好 也适用于这边 非法操作 好 两个非法操作好了 我现在 开始 改变了 它虽然是删除 那么真的是把这条 删掉吧 不是的 好 那么这边我们要怎么做呢 OK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 设计一个字段 大家看 再设计一个字段 叫什么 D1al 判断 帖子是否 存在 回收站 对吧 如果是0 就是正常的帖子 如果是1 就在哪里啊 在回收站里面 对不对 OK 那么我们现在要 触手化它 NAS给它 钻铁 把那个1给拿掉 好 现在全部是0吧 把这个给拿掉 好 这个不动啊 其他都是0 都是0 好 正确了 那么 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只要把 那个帖子的 G DL 的0 改为1 就可以把 帖子 放入 回收站 是不是的 一张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这么改啊 定一个 SQL SQL等于 还不能直接定 应该要判断 这个IS存不存在 是不是 好 直接来过来 判断这个ID 存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 此数据的话 就退出 不存在此数据 对不对 如果存在的话 就把它放入 回收站 好 这回收站 给我们自己写了 如果存在的话 放入回收站 怎么放入回收站呢 建立一个SQL Update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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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谁 说 提换 什么提换 GDL 等于1 就行了 是不是 好 然后 为 GID 等于 show ID 然后 好 做好之后 退出 退出之后呢 来一句话 把这句话 拿到 放到最后 你已 磁铁 已经被 放入回收站 然后返回 返回 返回什么呢 返回 79 是不是 返回79 但是他这个能 这个是多少告诉我 81 对不对 OK 所以你这边点的话 你不能只光点他一个 还要点一个 SET等于 SET 是不是这意思啊 SET等于SET 你看删除 看任务栏 SET等于79 show ID等于81 对不对 OK 那么这边呢 拿过来 SET 也要送过来 SET 其实这个SET 也要判断的 对不对 我们就不判断了 不判断 为什么呢 直接拿过来就行了 这样 Protation 文号 show ID 等于 文号 连接符 SET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来试一下 错了 5.4 我们现在做的是5.3 把它重新存入一下 存到5.4里面去 好 那么把以前的5.3的 我们删掉啊 因为这个等会儿 我们要打爆 DEL 三点 磁铁已经放了回桌站 看到没有 但是你确定回来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帖子还在不在 还在的 好 看看什么原因 5.4 点下他的数据库 找一下 找到有1的 有没有是1的 是不是这个铁 是不是这个铁 小甜甜回的铁 是不是就这个铁 它改为1了 但它还存在 它应不应该存在了 什么 我把它删掉了 它应不应该存在了现在 不应该存在了 不应该存在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它不应该存在 好 我们在这边显示的时候 Skill语句的时候 在循环这块的时候 应该这么写 为了等于这个并且 中间来的并且 不是这一段 是哪一段呢 找一下 是回铁的 好 没找到 细心的找一遍 放哪去了 这个是S2 上面是这个 循环 循环的是这个 那么就应该放到了 S 那么就应该是上面这一块 我们看看 找一下 找到了 在这里 好 这一块 下面是循环的 循环体 循环体 循环的回体 是吧 那么给它呢 加一个判断 叫什么判断呢 叫什么判断 G 什么 第一页 必须等于几 加个这个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刚才的那个小甜甜 有没有了 没有了 那么我把这条也删了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归先人这个也删掉 大家看 是第几楼啊 第二楼 点一下删掉了 现在孙悟空第二楼 那个归先人有没有了 没了 被删了 看到没有 被删除了 OK 那么被删除了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 它真的从数据库里删掉了吗 大家想一想 它真的从数据库里删掉了吗 没有 这个两年是不是还在 好 下面来看 我们在管理这边 打开 回铁 回铁 那个回铁回收站 给它 来一下 找到一下回铁回收站 adme sabbar 给它做个超连接 adme 主题铁 就是 art tl4e tl4e asb 回铁的话 就是 加个re就行了 好 这个加好了之后呢 我先复制一张页面来啊 因为做它的 就把会员的这个复制复制过来 vip拿过来 adme re 可以了 回铁回铁回收站 可以了 给它进行一下修改 好 必须是会员 必须是管理员 对的 然后这个全部不要 分页处理 不要 这个分页还是要的 对吧 分页要的啊 算了吧 就不要了啊 就是防止大家乱啊 我们就不要了 大家分页自己做 这个是回铁管理 那么这边呢 我全去掉了啊 防止大家乱 我全去掉了 这个不要 就是剩下这个 是不是回铁管理 好 现在做个table 将所有的回铁 列出来 我这边复制一个table过来啊 回铁 回铁 名称 回铁标题 然后这边呢 性别不要 什么什么都不要 路站时间 什么叫路站时间啊 不要 不要 就回铁标题 可以吧 回铁标题就行 然后呢 就操作 两样 加一下 是吧 然后怎么来 怎么把 把放过回铁标题 全部列出来 很简单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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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写一遍了啊 i c l r sql 选择 g 选择g sql sql 问一下 g side的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p呢 它到底是不是回铁 对不对 我现在要是回铁的 要不等于几啊 不等于零 并且 g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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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不等于几啊 是不是这两个啊 不等于零 两个不等于零就可以了 s.open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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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 我这边不做分页了啊 大家自己看 好 中间写什么 操作有两个 永久删除 然后 是不是这两个操作啊 发生错误 紫句错误 第二十二行 这句错了 哪句写错了 扫个什么 喂 是不是这两个 是的吧 OK 现在我们先做个还原操作 大家来看一下 TD TD T2 T2 这有什么不对啊 对啊 看一下啊 有不对的地方啊 有吗 正常的吧 这为什么这么粗啊 不管它啊 反正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先把永久删除和 还原做一下 还原什么意思啊 加这个帖子再还原回去 对不对 啊 然后 其实这边还要有个东西的啊 发帖人 是吧 什么 啊 发帖人 啊 发帖人 等于Rs括号 G Sname OK 好 三个够了啊 发帖内容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太多了 是不是 好 那么怎么办呢 你们大家可以这么来啊 大家可以 如果你确实想要发帖内容的话 很简单 做个Straw ALT等于 Title 是吧 然后等于Rs括号 G Content 但是这个Content 是有UBB代码的 大家想想 是吧 看出来了吧 OK 所以这发帖内容是不需要的啊 好 现在呢 我要将第一个这个删除呢 我是威先生 我踩踩 下面是 黄顶 是不是 黄顶80 OK 当然 这个如果是用UBB 解释过的话 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不太好 最好是放上去出现一个那个 对不对 出现一个虾 就是像这个样子 有界面 是不是 我们不这么做了 一个意思 就留给大家自己做了 很简单 好 点击还原 让它这个数据会还原掉 这很好办 admin re 回帖 让它还原 还原怎么听啊 还原吧 可以吧 嗯 好 还原 好 我们这边点了之后呢 就可以还原了 点击一下还原 那么做一下这张页面 这张页面呢 可以复制一个 可以自己新建一个 然后再来 admin re 还原.asp 可以吧 嗯 那么从我们刚才做的那个delete 去找一个吧 然后传一个值 要传什么值啊 show id 等于 双一号 is 括号 g id 这样子的话可以点了啊 我们看一下 看了五栏 81 82 对不对 81的82 点压 81 81发过去了 81发到这边来 我就要接收 那么首先 必须是会员 必须是管理员 是吧 这两句不能少 必须是会员 必须是管理员 然后下一句 连接数据库 好 连接数据库之后呢 呃 非法操作 非法操作 这个两个要不要呢 先不要啊 ris是要的 ris 是要的 非法操作 这个非法操作应该放到上面去 嗯 行 好 上面这个 dim show id 然后判断是否有这个数据也要判断一下 是吧 好 判断是否有这个数据 如果 有的话就操作 没有的话就跳掉 如果not ris.uf 如果有数据就怎么样 没有数据就跳掉 没有数据就跳 好 不存在此数据 如果有数据的话 继续往下看 下面两个 这边复制一下 还原成功 是吧 这叫还原成功吧 然后让它退到adme 下面的 呃 re artrc.le.sp 可以吧 好 还原成功 那么上面呢 如果 存在数据 存在数据怎么办 改一下 这个呢 应该改成什么 g artrc.le 查找到g上面的 deel 不是 查到上面的 deel id等于show id 是不是 查到有数据的话 再修改它的数据 update g artrc.le state 修改 tel 它的 del 把它改成几啊 0 well g id 等于 show id 然后执行一下 好 执行过后 删除 算还原成功 ok 看一下 我把这个 归线人发的这个 回头站 点一下 明明重定义 好 这个定义过了 对不对 show id show id 都定义过了 把这个去了 好 明明重定义啊 发信一下 再来一遍 我把归线人这条还原 还原成功 回来 没了 好 再回头来看 归线人是不是又还原了 我再把它删掉 又放过回头站了 然后呢 没做呢 我再把它还原 还原成功 我再把它还原 还原成功 两个都还原了 是不是就可以在那边 又看到了 ok 那么今天就先做这么多 下面还有一个永久删除 和主题回收 我们放到下节课就讲 ok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com 本次的中文老师 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精妙.com 我的博客 嗨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 李延辉 李延辉 李延辉